先說明一下這整件事情 到底是發生了哪些事情 首先第一個這個四階 當然是臺電非常的急 可是當他要求基隆 接受這個四階的時候 其實民意是反彈 非常非常的強烈的 那林佑昌時代 他其實是自費武功 放棄了基隆市政府的審查權 所以不管是一點零版 二點零版 三點零版 基隆市政府都說 臺電來韓就說我同意了 你直接讓去送還評吧 可是這中間卡關都不是環評卡關 重點其實都是地方的環保人士 出來抗爭卡關 譬如說王醒之 他其實之前也是議員 他們帶頭推動這一個護餘的公投 所以他們那時候 因為要推動護餘公投 所以這整個案子就停擺 等這個公投這件事情 但現在他們現在就是橫財路照 怎麼說橫財路照呢 林佑昌自費武功了 對不對 謝國良當了市長之後說 你怎麼可以自費武功 我基隆市政府當然應該要審查 你應該先讓我基隆市政府審查了 因為你現在不管是一點零版 二點零版 三點零版 都在我基隆的水產保護區範圍之內 所以我當然應該要審查權 所以你林佑昌自費武功 我謝國良不要自費武功啊 所以他才會說不行 你臺電另外報一個案子 送到我基隆市政府 第二個是護餘公投 請注意喔 他在去年的四月的時候呢 他撤銷了整個的這一個公投 就是行政院撤銷了整個的護餘公投 所以他先把基隆人的公投權 先沒收了 然後現在是進一步把基隆市政府的審查權給沒收了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一點零版在這裡 對不對 這是一點零版 這邊是一點零版 二點零版確實是縮小了 但對不起 三點零版根本就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他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地 從A地跑到了B地 然後你說完全不需要基隆市政府的審查 你臺電不需要重新報一個案子 我臺電完全不需要去了解 這背後發生了哪些問題 那麼對於環保人士來講 現在最擔心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因為這邊通通都是珊瑚礁的主要的生長地方 所以你不管一屆也好 二屆也好 三屆也好 都會影響到珊瑚礁 那珊瑚礁是所有的魚類能夠養育 能夠成長很重要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地方 但是今天我譬如說林宥昌 他帶頭先自費武功再前 接著在內政部長 沒收了基隆人的公投權 然後接著現在民進黨政府 再來沒收基隆市政府的審查權 他就說那我中央來審就好 那中央審過了 就過了 基隆市民一句話都不准坑